拍照片没什么 就照片尺度怎么样 尺度有几个还好 都是正常的呀 我们都是正常的 秀肌肉嘛 感觉有点亲密那种感觉 这个还稍微好点 这没什么呀 这就正常嘛 这很正常呀 我们就正常的那种 这也没什么呀 拍照合影嘛 你看你看你看那哥哥 这跟哥哥有什么关系 还给我腿腿 就基本上都是这种 这没什么呀 这很正常的呀 哪有什么呀 你是觉得很正常的合照吗 而且我就是 就我就觉得他就是觉得 我去了两周 我偷偷观察他 你那是偷偷观察嘛 你那完全就是偷窥 你还就是 他简直 那会员好的 简直他都不用 不带用倒水的 就是端插倒水 那会员不把他放 那我人有点好呀 人有点好呀 那为什么都是男的 我那团队里边 就都是男的 那问问问问 别着急啊 咱们把事说清楚 您是健身教练吗 我是兼职健身教练 哦 兼职 因为这上面写的是 金融顾问吧 对对对 我因为自己 现在特别爱健身 然后 他那个好 有的男的一送 都送一箱水 哪有这样呢 那是因为 我给人家上课 人家取得了显著 特别大的效果 那人家感激我呢 那一两瓶就算了 而且他那个 给人上课的时候 我还很亲密 那种 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 怎么就亲密了呢 有多亲密啊 他还有的就是那个 做羊肉起坐 两个腿都勾在一起 那样做羊肉起坐什么的 就是很正常的 分开坐也可以吗 因为我们是教练和会员 而且是男女的话 我这样做的话 他比较有调等性 也比较有积极性 也比较有意思 我觉得分开坐也挺好的 你看了人多久啊 差不多有两周 两周啊 两周是寸步不离 就是我在那上课 趴一回头 一张抽来在那摆着 我能开心吗 而且我女朋友 长得也挺好看 身材也挺好的 然后每次我觉得 我领她见我朋友去 都挺有面的感觉 然后每次都爽约 为了见她这次 怎么是每次呢 十次有七八次不得有 我那真的是有特殊的状况 而且其中有一次 其中有一次 我已经提前四五天 就给她说好 对你提前四五天 那不是我也答应了吗 本身那天的时候 我是在健身房有课 我跟教练经理 已经请假 说那天我那个 找其他这个教练 来帮我带课 然后我四点 确实那个教练经理 给我打电话 说帮你带课 那个教练来不了了 但是这种团体课的教练 必须有人去顶上 本身是你自己的课 所以说我必须得去带呀 那边我给你打电话了吗 我七点的课 我八点结束 然后你先去 我六点就去等她了 然后我就在那一直 我就在那看着她吗 然后完事 她就是那种两眼直视 那我能心情好吗 你是两眼直视 站在玻璃外面 就一直看 我那课本身需要 带动会员的气氛 我这情绪刚上来 我一回头 又看你一张臭脸的那摆下 我能心情好了吗 你觉得 你那心情好 你也要分场合 分场什么地方 分时间 我那必须的洗澡 你不是说见你朋友吗 为了让你拿得出手 我能进上了课 满多大汗就直接去吗 她头发这么长 我头发长还是我错 你当时不是说 头发黑长是美吗 我帮她吹一弹 不让我再帮忙 就跟她删 到了饭局那个地方 都快九十点钟了 就剩花生米 和黄瓜了 那确实是我的问题 那不是我给你朋友 道歉了吗 然后我说 我主动去请第二场 大家在一起乐呵乐呵 那你又不去 你说你要回家 又去玩游戏 快有个大客户的单子 要见 今天谁要来的 我到迷糊了 我要来 你要来干嘛 我要来 她想和我分手 我不想和她分 那你还抱怨什么呢 不是 我就感觉 她七天都在健身房 没时间陪我 我能陪你吗 我的志向远大呢 你啥志向 我要健身 就是想要 刚开始确实是想要变瘦 但是后来健身久了 就想练成这个 比较有肌肉线条 金刚芭比这样的 但是我找对象 也是为了说 能陪我一起健身 相互共同促进的 在和欧美那种体制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 完全不是那种 阳光机器向上 我觉得 我没办法再跟她相处 她对我管得太严致 谢谢大家